這次的迪士尼這個注資的條款是否合適 包括之前的同事提到高度限制的問題 或者剛才幾位同事提到六十多公頃限制土地 或者是劉小麗提出引入第三方投資也好 其實每一次如果大家回去看打一提 官方也好、局長也好 答案都不是認真去回應 從昨天開始最少我留意到從昨天開始 局長回覆都是用一種毀過於人的態度 無論昨天回應、陶瑾鑫、胡志偉、其他泛民議員的時候 都是一味指責這些就是拉布 問題就是拉布 不同意他們的說法就是違反而犯 但我想提醒局長一句 你平心而論 就算昨天到現在說支持的同事 建制派的同事 建制派的同事 大部分的內容都是質疑的 不過最後包底補一句 不過我支持這個方案的 沒有人是無條件地說你做得好 說你的條件做得好 說這次這個談判是非常之成功 是沒有的 就是我不知為何局長這麼有信心 覺得是有人支持你 就是這個這麼偏聽的狀態 我覺得很奇怪 那剛才提到 整個項目我們覺得是 對迪士來說就有賺無賠 公就他贏 自助香港輸 那麼好處的方案 他們當然是同意的 我們覺得那個調節不夠的條款 或者談得不夠好 是這麼要求的 我提到早前 在另一個經濟時提到 就是我們提出 喂 其實那個萬威的專營權 有沒有辦法延長給香港 一些這麼低微的要求 以致我今早碰到 公園會的同事說 喂 你上次提 會不會有一點點的調整 例如導遊那方面 可以幫助他們 連這些這麼滋味的 迪士都是不肯放 更何況我們剛才說到 高度限制60公頃的土地 限制等等 我們一直在比 都是彈藥 其實如果政府正面這樣看 我們幫你整個談判 是更有籌碼 更有力量 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剛才有建制派的同事 雖然一口就是說 那個方案不是很理想 那個結果不是很正 不過我又支持 還有有迫切性 今天多少月了 五月都來頭的路勢 有沒有迫切性 主席我是支持朱凱迪議員 這個終止議程的動議 多謝 郭榮鏗議員 主席我是支持朱凱迪議員 提出的動議 我想跟迪士尼的高層說 We're not going to throw good money after bad money 我們就投資了壞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說放錢下去 如果你不會有更加好的條款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支持你 這個協議是很差的 我們不會支持的 除非你回來 就是有更加好的條款 我們就不會支持的 你說幾年之後 我們不通過這個撥款 我們要虧多少百億 其實如果迪士尼繼續這樣運作下去 是不是幾年之後 你都要回來 繼續問立法會去撥款 就是要去支持這個項目 這個是一個無底心談 你要我們支持幾次呢 要撥款幾百億去支持這個項目呢 其實 說到底就是 這個項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接受了一些很不公平的條款 好了 當時的經濟情況 是容許這樣做 或者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到這麼多年之後 你有想過 香港現在是不是還是需要 投資這麼多錢 下去一個這樣的迪士尼的樂園呢 坦白說我看不到 我自己有個兒子 七歲 今天是周末 說到要帶個小朋友去哪裡玩呢 我想我也不會帶他去迪士尼 就算你提出幾百億 有什麼新的公園 我看不到作為一個父母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們是需要投資這麼多錢下去 去做一個這樣的遊樂場 對香港人帶來有什麼益處呢 是不是真的那些錢是需要這樣花呢 我希望局長回去也都再想清楚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撥款只會是我們繼續反對的 多謝主席 下一位鄺俊宇議員 主席 不用說 法萬松審終止了他 當昨天田北辰都會在說 大家勸大家在沒洗濕過頭之前 慎重 廖長江就說 要洗濕過頭 現在頭很濕 頭很濕 頭很濕就吹乾它 為什麼還要倒水下去呢 倒那五十四億下去 大哥 全香港 現在香港的迪士尼 找香港人笨 即是五十四億 賺的就是迪士尼 蝕就香港人 世界各地哪有迪士尼 是這樣的 真的特地找個政府笨 你當然還要搬這個萬威英雄上台 老老實實 如果美國隊長知道這件事 就是搞一單迪士尼內戰 很不公義 你明白嗎 是真的很不公義 是大家有反應 是有問題 不只是民主派的朋友 建制派的朋友 也都覺得有問題 這樣的情況 假的 這樣過得到 這樣想胡混過關 拿五十四億 我再強調多次 五十四億 如果放在一些基層市民上 真的很好用 給五十四億 給你高武升平 擴建樂園 是不是這樣做事啊 大哥 我跟你說 這次現在擺在眼前 是我們見得到 局長就說 很好了 現在眼前我爭取的方案 已經是最好的了 你們有為反對而反對 是什麼 眼前的方案是最好的 一定不是 是一定不是 很大喜功 在自己說自己 吹他自己說 很努力 現在其實大家 不是很虧的 扔錢下去 是令到香港的旅遊業 得以維生 迪士尼不會死 問的也問不到答案 我們不知會發生什麼事 迪士尼會不會倒閉 對香港旅遊業 有多大的影響 五十四億是否可以放在其他地方 香港是否只有迪士尼 之前有朋友說過 香港有多少珍貴的東西 我們有香港以往 一些東方之珠 魅力的東西 這裡是匯瑞 中英文化 李小龍這些 這些不值得投資嗎 這些不值得告訴外國 香港是好事嗎 到今天 都是不清不楚的 越問就越多 為什麼 未來如果第三 投資的方案 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在後來 這個萬威英雄 可不可以有專型權 不敢回答 不知道 但是大家最好 偷時間 最好快點通過 就比旁邊 有這些萬威英雄獨家 每個人都來香港 畫面多美好 隔幾年之後 如果又虧錢 是否又想回來 就連 有建制派同事問 是否最後一次的注資 都不敢作任何承諾 即是說 現在解決眼前問題 五下四億很便宜 那你們這些傢伙 就不要拉布 這樣 喂 問問題而已 現在五四三二 一個分鐘未用完 很多東西問 越問越多 不要這樣 局長 你這個方案 不是最好的 我跟你說 如果你現在發環重心 你回去 揮個更加好 你是不是今天 有打得再日的我 就是這樣 許智峰言 我發言都是支持 這個動議終止 今次的討論文件 那在之前的幾次發言 包括在委員會的討論 我都問過 就是迪士尼公司 今次如果拿不到這個 香港政府五十四億五千萬 這個公帑的注資 你是不是會倒閉 你是不是真的會撤資走 你沒有說的 你每次都說 講其他東西 就帶了過去 我理解你不會 你不會因為 香港人的公帑不幫你 你就會走 你自己會想辦法 繼續生存 你是一間 國際的企業 大品牌 我們又問過 剛才陳正英議員都講過 有baseline base case scenario 很多數字 你又給不到我們 你叫我們做代議士 怎麼比較 究竟是投資還是不投資 蘇局長 你都要清楚自己的思路 我問你的時候 你就說 如果拿不到這個投資的款額 那就沒有了好經濟效益 那我問你 沒有了好經濟效益底下 迪士尼的業務 入場的估計 未來會帶來的經濟增長 還是負增長 那些都有數字 不是說拿不到這個 就沒有了 就打完基本步 基本步都有數字給我們看 你又不給 然後再說 迪士尼的總裁都有說 如果拿不到這筆錢 那就沒有擴建 就不吸引 就沒有新客 因為沒有新的內容 即是 你都承認了 你是依賴著香港的公帑 才能幫到你去擴建 吸到新客 跟寄生蟲有什麼分別呢 一個私營的企業 一定要依賴一個地方的公帑 拿市民的錢 市民的血糖錢 才能生存 這是什麼企業 這是什麼營運模式 這個不是不公平條款 是什麼呢 政府都有回答過 如果拿不到這筆錢 兩三年之內 似乎都可以的 還可以繼續營運到 是不會有事的 不過之後可能 財政就會開始 負面的影響 就是你這樣回答我 起碼我們有兩三年時間 再回去討論 這次我們否決了你 終止了我的議程 你不是多些的 是barkening power 你不是回去再跟敵士爺商議 告訴他們 現在車領轉身跟總裁說 立法會很大的爭議 這筆錢批不到給你了 我們再重新談過 談不成你自己想好它了 不要再用香港人的 納稅人的錢 行不行啊 就在你後面 領轉身跟他說 你撤回這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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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有啊 留下這五十四五千萬 放進去我們的醫療 放進去我們的教育 社區 好沒有啊 甚至不用這麼卑微 放進去其他本地的旅遊 發展好沒有啊 香港沒有東西好過敵士尼嗎 邵家俊議員 謝謝主席 我務著局長再次批評我們 為反對而反對 而作出這個討論的 我們問問題呢 就比你說我們是抓捕 但是我希望局長指出 我們哪些問題在抓捕 哪些問題是透過問問題 而揭露更多的事實 正說呢 有很多議員都提出 洗濕了頭 這種說法 我都想了解一下 和討論一下 當然啦 正說 鄺俊議員已經說了 洗濕了頭之後 是可以吹乾的 不一定要再洗下去的 不過在經濟學上 有一個概念呢 我都是想和大家請教一下 有一個概念 叫做惡如原則 現在 那個原則是說什麼 第一次 如果你在 一腳這麼不幸 被鱷魚咬到你的腳 你會怎樣做呢 當然啦 我們的本能反應 咬了腳 用手去拼開它 結果會怎樣呢 結果是手都被咬了 提出 鱷魚原則的學者 就會提出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被它咬到的話 你能夠做的事就是 你要犧牲腳 馬上離開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你的命都沒有了 我不是很懂經濟學 我也不是很懂得投資 但是在投資的法則裏面呢 這個這樣的惡如原則的說法 我不知道呢 這個是否可以回應到 洗濕了頭的 另一種的處理方法 正說呢 很多議員問了很多問題 其實今天 那些問題都已經是 重重覆覆了 我見到呢 就算 不只是建制派的議員問 我見到主席都幫忙 去追問 去要求局長 真的要認真真去回答 如果不是的話 那些東西 我們真的繞來繞去 大家都沒有符了 這樣 但是 就算主席 苦口婆心的 去提出這個邀請也好 我見到局長 都仍然 很多問題是回避 不回答 而從議員就幫他計算 你當然不會回答 但是我見到你的表情都沒有 我們都很希望透過 透過讀心術 看看你的反應是怎樣 但很可惜 你是一個 撲黑面 很可惜 這樣看不到你究竟 那些數字 那些低風險 中風險 高風險 那些情景的股量 究竟是準確還是不準確 是高了還是低了 我們真的不知道 怎樣可以 將這54億 再支持 迪士尼樂園 我以前看過一本書 叫《迪士尼不是樂園》 那是一個社會學的分析 但是今天 去到香港的情景裡 我覺得 真是對香港 如果我54億再給你的話 真是對香港來說 迪士尼真是不是樂園 劉小麗議員 三分鐘 謝謝主席 我是發言支持這個宗旨的議案 因為實在不應該討論下去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 我其實一定不喜歡迪士尼 但是我教書 教著一科 愛情與親密關係 我也知道 其實很多情侶和小朋友 都很喜歡去迪士尼度假 所以我也不是說會很反對 這個社會 存在一個 不是樂園的 迪士尼樂園 但是 我們是反對 再注資54億而已 我們不是反對 迪士尼 存在在香港 因為 政府根本不是 在做一個合理的生意 十八年前 建立下來的不平等條約 十八年後 又是一條好漢 為什麼不可以重新 去爭取一個好一點的做法呢 我們看到 十八年前 你答應我們 去找第三方的投資者 到現在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披露過相關的一些進展 為什麼不可以引入新的人物 去談這盤數呢 就算你說找不到 那個準則在哪裡呢 有沒有建立過這個協議呢 你都沒有披露過給我們聽到 甚至連今次的文件 都沒有提及 如果一直都找不到第三方投資者 那就是說 盤生意是爛生意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學法國人這樣減辭呢 讓迪士尼自己揹一條數 那他就會做好一點 如果他不會做好一點 其實剛才邵家樽就說 不如用這個鱷魚效應 其實我又不懂經濟學 不過有一個黏魚效應 其實都是很出名的嘛 你還未引入新的競爭者 新的活力 令到他迫著要做好一點 那為什麼這些做生意的道理 好像我們的政府 其實你們是專業人士來的嘛 那為什麼一直都沒有去考量 就這樣用一個投降的政策 不斷注資 去虧損我們香港人的公帑 去益別人去做私人企業的生意呢 就是那我重新一次 我都真的不是反對著 迪士尼存在在香港的 我一直以來的發言都不是拉布 我只是真的在問政府 為什麼我們不減辭 為什麼我們不引入第三方的投資者 為什麼你們十八年來 一直都沒有向公眾好好地交代 你們的責任和一切的進展呢 是在問政府當局一些細節 為什麼你們沒有做得更加好 我們是希望香港能夠有更加好的 旅遊業上的角色和市民消閒的活動 並且帶來我們公帑運用的合議 而不是拉布 就是希望你不要不斷扣議員的帽子 亦都你要詳細去交代和推進 你才有資格回來再叫我們住資 就這麼多 陳志全議員三分鐘 首先我要解釋剛才為什麼我要出去主席抗議 因為我要抗議主席終止議員提問的機會 過去的確也曾經出現過幾次主席 運用他的權力去終止議員提問 但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今次主席這個決定是比過去更加不合理 更加沒有基礎 第一 主席 你是還未處理三位議員 根據財務委員會議事程序第二十一條的動議 你就說 等做完這三十七A才能夠處理 即是說其實你已經決定了 是否決了 如果不是的話 怎麼會做完這三十七A才處理呢 這個第一 既然大家都覺得主席 你覺得要處理這些議案都是要有時間 那你就應該順其自然給議員問問題 問到沒有了 那就處理三十七A再處理這些問題 最關鍵的是今次這個項目 和以前港珠澳大橋高鐵 甚至我們之前處理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不同 那個迫切性是完全不明顯 問了很多次蘇錦良局長 他都說不到的 他就說 那你早點有錢 早點擴建 那就可以競爭力早點 可以和別人鬥 如果遲些就遲些 但是 今次 我們覺得遲一個禮拜 甚至是否決了再上來 這個是對整個項目 對香港 是利多於弊 對呀 今天 或者之前的會議 包括田北辰議員的意見 提問 他也說會支持宗旨 包括石禮謙議員說 口服深服 即是說 無論是政府還是迪士尼 都未解答到他的問題 包括葉劉淑儀議員 提出的 根據二十一條的動議 難道你又說葉劉行政會議成員拉布嗎 是不是 他一定是善意的 就是對香港市民 對香港政府 都一個善意的建議 如果大家支持了 今天的宗旨 那就可以讓主席有時間 再裁決 葉劉淑儀議員這個建議 而不是盲撐政府 說所有投否決 或者要終止的 都是玉石區分 都是想 迪士尼接賣 我們很多議員 都是希望 政府可以爭取到更好的條件 或者有更多的空間 讓議員提出 一些討論 所以我希望建制派的同事 不要敢怒不敢怒 也不要盲撐 支持這個宗旨 張超鴻議員 主席 首先我都要坦白承認 其實我都喜歡帶些小孩去迪士尼 來的 就是我在美國很多年 當時我的小孩都在那裡出生 我都經常帶他們去的 在香港我都想帶他們去多些 就是太貴 真的不太捨得 我都希望多些基層人士能夠享用到 那麼迪士尼 為什麼這麼吸引呢 就是因為 其實它帶給我們很多歡樂 很多想像空間 迪士尼宣揚的價值 也都是我們要有一種 給空間給小朋友 大家之間那種信任 那種關懷 甚至最近Marvel那些系列 那些超級英雄 其實都是對抗一些貪婪 野心 對抗一些邪惡 對抗一些很大的蛇吞象那種的貪婪 我記得Iron Man的鐵甲奇俠 其實本來它都是一個很有天分的工程師 被人綁架了 後來它在綁架期間 自己發明了一個鐵甲 對抗這些邪惡 現在我們又覺得好像被迪士尼綁架了 主席 就是剛才廖長江說 洗濕了頭 就是現在我們扔了幾百億下去了 再下去 如果再不扔錢就會虧了 又會有很大的將來的損失 那這種綁架形式 就是差不多去到 或者是已經too big to fail 就是扔了幾百億下去 我們再繼續推錢下去才能維持到 但是這盤是壞帳來的主席 我們說了很久 都是看到整個的交易是穩困的 香港人不斷虧 香港人不斷虧 但是迪士尼在虧虧裡面是不斷通過專利和管理費 是賺取數二億計的利益 那這個鐵甲奇俠會不會出現呢 局長 我們現在香港人被人綁架 蘇錦良可不可以做鐵甲奇俠 我們把工具給你了 我們的同事也把鐵甲給你了 改變那些交易的或者合約的條款 那個管理費、專利費 就跟那個盈利掛勾了 那石禮謙議員都說 為何不可以跟我們分享那個風險 當我們經營不斷虧的時候 為何繼續迪士尼要賺呢 為何我們是要盲目 增多五十多億下去呢 這五十多億為何要這樣浪費我們香港人的錢 羅冠聰議 是 麻煩主席 那討論迪士尼 擴建政府要不需要注資五十多億下去呢 已經說了很久了 那我一直以來都很認同 昨天田北辰議員說的一句 就是這個喪權欲港的一個協議 就是現在擺明就是被人找笨 然後呢 香港政府都要求契弟的 求他們說給他合約我吧 不讓他就死了 但是現況是不是這樣呢 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政府可能在簽訂的時候 是一個下把 就是九幾年的時候 是一個下把 但是到現在我們是否真的沒有牙力呢 我相信在座很多議員都不同意 包括民主派的議員 也包括建制派的議員 我們看到政府一直都說 如果不知迪士尼不能再繼續擴建 那個吸引力就沒有了 過去迪士尼也吸引了很多遊客 有很多經濟效益 但是政府只是說了事實的一部分 他當然有對香港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記 其實過去政府投放了多少資源下去呢 包括超過150億的基建 包括百多公頃 再加上預留60公頃的土地 而那60公頃都還在曬太陽 過去真是有研究的條數 30億的專利費和管理費 再加上09年開始到現在都試了十幾億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政府給出來的成本 而假如將這些東西 機會成本計出來 再去轉化成為其他 即是譬如說是民生 或者再建過其他的旅遊設施 其實得出來的效果 大家 即政府都沒有project過的 其實政府沒有給過任何 其他可以供參考 即是這筆錢如果用在另一個途徑上面 會對香港帶來什麼正面效果的另一個projection 所以單方面我們不停說 迪士尼過去貢獻很多 吸引了很多遊客 政府扔一些錢 用得其所 其實這個是沒有其他參照之下 得出來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我都很希望政府 尤其是局長 真的要明白我們是為了公帑是把關 也不希望五十四億五千萬 再放入一個喪權欲港的協議上面 而局長呢 即是昨天也提了一個 我也覺得幾詫異的批評 就是為反對而反對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反過來的 有些人是為贊成而反對的 即是他們口說 批評了很多 但最後都是包底 到投票都一定是贊成的 那這個絕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即是我們明明在這裡說了這麼多的可能性 明明大家都知道這個協議是有問題的了 那為什麼都要因為洗濕過頭 都要補價護航 而到最後 即是建制派議員都投贊成呢 已經有一些建制派議員很勇敢的了出來 說給多些時間政府 否決了他 下屆再上來 我都希望其他同事考慮一下 主席 主席 即是今次這個動議 其實是換取一些時間和空間 好像羅冠聰議員剛才說 或者其他同事說 都是爭取一些空間 給大家去進一步談判而已 我覺得這樣 即是迪士尼今天坐在這裏 其實我覺得有大部分不關他們的事 作為一個私營的商業機構 它當然是爭取最好的籌碼 爭取最好的利益 那它是私營機構 它當然希望政府多放些水下去 這是正常的 但我都最不正常的就是 為什麽迪士尼坐在這裏 即是你想想 它又不是空營機構 它又不是我們委任的 它在這裏為自己爭取利益 但它又在這裏解釋 為什麽它為自己爭取利益 那才好笑的 主席 但反而反過來就是 其實今天應該就是由局長 代表政府 告訴香港人這些公帑 為什麽要跟私營機構這樣合作下去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而同一時間 其實這次我覺得建制派很勇武的 這次建制派其實 包括葉劉淑儀議員 或者田北辰議員說的 全部都是跟我們很一致的 包括葉劉淑儀議員昨天入訊 說的21條 其實都是合理的 那就這樣說 我想看看建制派怎麽看 我們是為你們爭取空間 如果你們一會反對 建制派都不認同建制派 那麽不要緊 不是沒試過的 上個月就試過了 我說特首選舉 所以我想再給一次機會 建制派顯示你們的團結 我們民主派製造了一個空間給你了 就是給大家一個禮拜 你們就可以贊成這個宗旨 那麽你們就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去處理你們建制派提出的 用21條去有附加條款下去 那麽大家高興 那麽最好下個禮拜 迪士尼不要來的 因為其實現在這裏 就是我們這一邊的股東 在這裏關門聊天 在這裏處理應該怎樣的 下一步的策略 那另外一邊的迪士尼 那麽關你什麽事 那麽所以我覺得 不如這樣 就用這個禮拜的時間 大家關門好好聊天 那同一時間有什麽呢主席 就是其實現在 很多市民 對於54億5千萬 是有很大的質疑 很大的保留 那麽接下來這個禮拜的時間 政府出來去說服市民 那麽這次很有趣的 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自己走出來 是反對我講葉劉淑儀議員 那麽不如看一下 建制派團結起來 等找多幾個行政會議成員出來 說服回市民 說服回立法會 那麽這麽就皆大歡喜了 希望建制派議員一陣呢 展現你們的團結和誠意 就一於一起支持回 我們這次終始的議程 這樣呢 就能夠展示到 這次是物超所值的 錢不是亂花的 希望大家考慮一下 陶謹申議員 三分鐘 主席 葉劉淑議員 就不是行會的 因為他如果是行會 我相信他都不會這樣做 那麽當然啦 他的前行會 這個都是 建制派議員 都是重要的 那麽就是那個表態 那麽 主席 我支持這個動議 我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我是抗議主席 是橫慢 那麽展報 越來就越離譜 越來就越不合理 越來越收窄議員的 議政議事的空間 主席 我了解呢 我就應該問到第三輪的 那麽但是呢 就有些同事呢 連第二輪都未問 那麽如果根據你的 那麽這樣的裁定呢 那麽就是呢 那麽有些同事 根本呢 連那四分鐘都未用呢 你就給他三分鐘 就完結 那麽還有 他沒有得問那個官員 那麽只是他講的 那麽 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太離譜了 那麽我不知道 那麽問了幾百次 什麽什麽 沒有意思 因爲你事實上 有些同事 那麽連第二次都未問 不是一個 另外呢 就是這樣 我明白當時那個 和迪士尼 開始這個樂園的歷史 因爲我都在 在籍的 那麽當時呢 確實是 我們求人 不是人求我們 那麽 那麽現在呢 就不一樣 現在不一樣 我並不是說 我們現在調整人家求我們 而是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當一個正常的生意 正常的 究竟 繼續注資 或者繼續注資之後 多久又會繼續要注資 和那個注資的數目 以及我們得到的什麽 去延續這個生意的吸引力 來到全盤去看 我不會原則上反對迪士尼 更加不會原則上反對注資 我純粹呢 就是看究竟 究竟 是不是一個 合適的交易 那麽 我也都 覺得呢 政府呢 現在呢 他 他自己可能 現在相信 這個已經是一個 最好的 交易 或者最好的 爭取的 討價還價的結果 我不否認 他可能這樣想 甚至 以蘇局長 他的能力 他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做完了 那麽他也都呢 過往呢 對民主派呢 引述那些 武俠小說呢 整天都叫 記住民主派 那些人一個個 臨死的時候 都敬得他 那麽 所以他繼續講這些說話呢 以他的背景能力呢 我不怪的 但問題就是 我只是相信呢 我們不應該接受 是會有更好的 為香港的利益的 主席 我呢 這個議程上面 是未發言的 那 那 所以就是 在這個問題上面 就是 我是 沒有任何 拉布啊 或者所謂這些 拖延時間的一個 意向 這個我非常清楚 但是呢 在這個 在現在講的 這個終止待續的 這個議程上面呢 我是覺得呢 是應該要發言的 我一直 就是這幾天呢 是在聽大家的發言 那麽希望呢 了解不同的觀點 然後呢 做出一個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一個決定 在這個過程裡頭呢 我在想呢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做了什麽呢 就是 其實呢 香港政府很少有地 我們是會參與一個 生意 一盤生意 那麽現在呢 我們就決定 是否繼續 注資 入去這盤生意那裏 那麽 那麽所以呢 是講的一個做生意的決定 很慚愧 我就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就是我自己代表教育界 那麽所以呢 在座當中很多議員 可能在做生意方面 會比我更加聰明 那麽我想聽他們的意見 那麽 我們現在要決定的一件事呢 就是 究竟這一盤生意 是否值得再注資呢 是對於香港市民 作為呢 全港市民 作為小股東 是否有利呢 但是我們要把關的就是這件事 如果是有利的 那麽我們當然值得去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值得了 那麽我們要做一個 yes or no 的決定 但是這個yes or no 的決定 在聽了這麽長的時間之後 我就感覺到 有時我們覺得 好像很無奈 就是這樣 原來我們未必有一個 就是做決定 yes or no 而是說 有一些議員同事 就告訴我們 其實呢 是洗濕了頭 那麽呢 現在的決定 未必真是我們一個 是 是否有利的那個決定 而是說 是不是呢 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呢 那麽的話呢 這個決定就不是那麽理想 那麽其實呢 那麽在今次呢 我們還要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政府方面呢 其實應該回答呢 就是 究竟我們今後 整個的安排會怎麽樣 啊 梁繼昌議員呢 今早早問的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現在這個安排 長遠來說 是否會過渡到一個 是交回由私營市場自行去解決 而政府可以抽身的一個局面呢 還是說我們其實呢 繼續會持續這一種呢 是公私合營的一種的做法 那麽是未來幾年之後 我們如果再要投資的時候 是不是政府又要回來 我們呢 是繼續再做呢 那麽呢 這種情況 究竟是怎樣 政府呢 其實給不給到一個 很清晰的圖像我們 如果沒有一個清晰的圖像呢 其實我們很難做個決定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是終止 鄭松泰議員 接著再示範 鄭松泰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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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松泰議員提出終止去討論這個議案的動議 那我簡單說兩點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說用一個 香港社會的管理角度去看的話 這次的撥款 即是再次是主治迪士尼去興建兩個主題 或者抗建等等 要是成立的話 必須是說服我們 這一次的注資是影響著香港長遠 而且是一個重大的發展 包括在旅遊 又或者是社會的整體上 即是說當這個撥款是不能夠通過的時候 會不會好像是一些其他比較重要的基建 譬如可能跟水源有關的 或者是跟我們的住屋有關的 那既然在這個角度的話 如果是能夠說服得到我們 如果不注資是會造成社會巨大影響的話 那我相信的就是大家都是會同意的 但是就目前的資料來說的話 大家都看不到如果不注資迪士尼的話 迪士尼倒閉對香港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即是在旅遊業上面的那個影響 以至到香港整體社會長遠的發展的影響 那那個是不能夠說服大家 是一個對我們香港社會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其次的就是說如果撇除一個政治的角度去看 即是純論在商言商的 那今天這個討論是更加荒謬的 你說在商言商是虧這麼多年錢的時候 大家都要迫著去繼續注資迫著玩的話 這個情況之後是深圳以北的情況 是你退股會被人抓的情況 是這樣的相類比一些的例子 那你單純在商言商的角度去講的話 那既然他虧了 那為什麼我們是不能夠不繼續去注資 不能夠繼續玩呢 那好了你說認為不是 可能在那個的營運或者那個方式上面有誤的 當中的條款那個的談判或一傾談 在這次其實截連幾次的會議都沒有很清晰交代 為什麼是用這個安排 甚至的就是現在去到譬如葉太 葉劉淑儀 她提出以這個我們財政的財委會的有一條去講 很簡單講的就是最後一次的要求 那都是不能夠達到這個 我覺得很卑微的說法來的 一個政府然後愛求一個大企業 說最後一次給你錢 不過我剛才也是回應楊岳橋員 剛才我看到葉太好像走了 所以待會她未必會投票 所以在商言商的角度去看的話 我們是需要談談談事的 再講一個內容上 你不要講究竟怎樣合作 大家的那個注資 如果我退一步去講內容 你說Iron Man和Frozen 對我來說是不吸引的 Frozen過去了 那你要興建 Star Wars 如果要談條款 為什麼不興建星球大戰的主題公園 所以我覺得兩樣東西來講 主席都是要大家重新經過的 多謝主席 周浩鼎元 多謝主席 其實這個迪士尼這個項目 我自己都一直在跟著這件事 那我明白很多同事 可能覺得現在談的 可能未必是大家覺得 是最理想的 不過容許我自己 以第一身的角度 要跟大家講一講 原來 是否一定會有 一段時間的管理費 我都回去跟他們說 如果你們怕開先例 那不是先例來的 巴黎自己本身都有 那些管理費 那好了 再來回了很多轉之後 那現在回回來 那他說未來那兩年 那個部分的管理費 那他會豁免了 那當然我明白 同事可能會覺得 喂 現在談出來的 可能的terms 或者現在看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一定就是最好呢 那大家可能會有一個質疑 我們經常都說 會有最好 只有更好 那但是 但是站在一個處理經濟事務的角度去看 我又會想 就是如果一個這麼大型的主題樂園 在香港的投資 我想就不單止只是說 就是他那個所謂的付出 或者代價 或者收入這麼簡單 而是可以帶來那個經濟的效益 那我自己看回立法會 給我們的數據 就是立法會比較公道一點點 看回立法會的數據 我看回迪士尼樂園 其實他由2006年 到2007年中間 他的入場人次是每年都有增長的 他400萬增長到750萬 但不幸地當然近這兩年呢 他是跌了 那當然如果你問我 我會覺得 可以有吸引多些人回來的 當然就是有些新的東西 那是會好些的 因為始終 就是這個樂園 都是我們香港現在其中一個 比較重要的吸引遊客來的點 那你說賺不賺錢 那我也看回 他11年去到14年那三年呢 1億 2億 3億 我看回他是有錢賺的 其實不是虧錢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從公道點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這盤生意如果投入了 我反而要求的就是 他這個擴建是為我們帶來更多的遊客 又更多的收益 我們真的不希望他虧 現在我們看到 他評估就是說 如果有了這個擴建之後 去到2025年那個人次 可以去到900萬 當然我明白 同時是會有質疑 但我亦都要說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從一個發展經濟的角度 我都要考慮到 他帶來那個經濟效益 和那個旅客人數的增長 對香港都有重要的 所以我就想繼續討論這件事 就不是現在立即終止了他 譚文豪議員 主席 我先回覆一下 回應一下 周浩鼎議員 剛才說的一些數字 或者他以為自己成功爭取了的 是什麼呢 他就說 成功爭取了兩年不收管理費 這個是絕不正確的 管理費分了兩部份 一部份就是Ebitda 6.5% 這個呢 就實食無癡 未來兩年 這個數字仍然是繼續收的 而周浩鼎議員所說的 豁免了兩年 是什麼管理費呢 那個呢 就叫做 可變動管理費 這個呢 就就是說 他要賺到某一個錢 之後 他才開始收取這個可變動 如果以去年 這個迪士尼 虧了1.5億的話 其實根本上他都不會收到這個錢 而就算這一次 今次擴展了之後 亦都在幾年之後 才完成到整個擴建工程 那時候可能才會看到一個 更加強的增長 所以其實未來幾年 他根本上都未必 有資格可以賺夠的錢 可以啟動到收這個所謂的 周浩鼎議員成功爭取到的 可變動管理費 所以就是說 數字呢 就要講清楚 現在呢 我們呢 一班議員在這裏呢 其實就發現了很多這些問題 紙 在張紙上面 就看得好像很著數 其實就完全不是 就是 我們再看回我之前一直所講的 1999年的文件 其實當年的估算是什麼呢 就是應該現在呢 應該有大約八百幾萬人的人次 進入了這個迪士尼 我們應該在賺錢的 那現在是多少呢 六百幾萬人 跌了的數 你會覺得 什麼整體經濟 那樣東西 其實又是不是呢 我們再看回 當年你說 但是有估計有幾多人 是香港本地人呢 就是19-23% 如果拿回八百幾萬人 人次計 就應該大約 大約二百萬的香港市民 本地香港市民 就進入這個迪士尼 每一年 我們再看回 實質是怎樣呢 實質現在呢 是39% 都是香港人 進入這個迪士尼 如果計算一條數 大概二百六十幾萬人 就是說 其實香港本地人 真的很支持迪士尼 支持到你暈倒了 已經 我一家大小 連我媽媽 都是迪士尼的 連票的會員 我已經很支持你們了 但是支持到你這樣 全香港有二百六十幾萬人 每年入場 超出了你本來預計的二百萬 都是不夠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們的管理模式 就是想著怎樣東南亞 怎樣自由行 不要忘記一九九九年 是沒有自由行的 這條數你已經是賺了的了 無端端有多一批內地的人 你們的視野 其實已經是國際性的 為什麼只為了一個淡呢 多謝主席 我又是要首先說呢 我是向著全香港市民 如果在看現在這個會議呢 說一番心底說話 也都是跟在座的建制派議員說 首先呢 作為一個建制派議員呢 我宣佈 我將會用一個很沉重的心情 去投票支持一個泛民提出的 宗旨待續議案 好 好 它的原因如下 回應回到目前聽到的 要支持這個議案的理據 不外乎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香港的迪士尼 如果不住資 我們抱著一起死 會比陰幹 這個我絕對百分百同意 我上次貼了這個貼紙在他的頭上 我是迪士尼的永等 我們一定要住資 回應回 另外一個 就是說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只不過 我們最 不幸運的時候 去漏人 簽了 心根命底 好像廖長江議員那樣說 浸濕了他的頭 都沒有法子的了 廖長江議員是我建制派的班長 我也很尊重你 我也很尊重你 但我也要和你分享我的心底說話 以前浸濕了的頭 簽了一個不平等條約 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要求迪士尼 偶回這些東西出來 我從來沒有要求 他們要 計算以前的數 給我們 我沒有要求 從現在開始 一直下去的那些條約 在以前的 投資額上 要改變的方法 計算 我只不過要求 從現在開始 再扔錢下去的那些 今次一百億 五年後一百億 五年後一百億 不知還有多少億 扔下去 維持我們的競爭力 用一個新的方法計算 即是說 局長 你可能吸收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 我分開兩盤數 我分開兩盤數 今天一百億佔我們整體 投資 比如說30% 我將來分開一盤數 兩盤數的 所有的income 分開兩盤數 就是用三對一的比例分 開支三對一的比例分 所有專利和管理費 用三對一的比例分 折舊用三對一的比例分 這盤數用回舊時的計法 我沒有所謂 簽了就簽了 Martin 我同意的 這個新這盤數 用一個新的方法 是折舊後才收管理費的 林卓廷議員 這個是絕對可行的 林卓廷議員 希望現在你明白我 副主席你時間夠了 我想做一個好的準則給大家看 副主席也是這樣 我們搞不定 林卓廷議員 主席 我因為想聽副主席 多說幾句 所以不發言著 其實副主席說 他以很沉重的心情 支持今次的終止議案 我想跟田北辰議員說 你應該用一個驕傲的心情 去支持這個議案 因為你和我們民主派一起 捍衛香港市民的荷包 我跟你說 你是沒有做錯的 這個不平等條約 是要怎樣處理呢 如果是北京政府來說 他就不承認 南京條約不承認 1997年一定要收回香港 無論能否和英國政府達成協議 我們不是要推翻整個協議 不過你定了協議的時候 是否可以維護我們香港的利益呢 我們民主派提的要求 很多都是合情合理的 為何政府不聽呢 我越看就越覺得 我們現在好像是做了一個 加盟店 大家知道很多便利店 就找人去一起 付錢做生意 當你在某個屋邨 某個商場開了個店之後 開始生意好些 那那個 加盟商他會怎樣做呢 就在旁邊開多間店 去分薄你的生意 賺你的錢 就等於迪士尼在上海開分店一樣 所以為何這幾年 其實 就是 越做越差 越來越蝕呢 你本身整個市場 如果整個中學計 或者東南亞計 我們迪士尼應該 不用這樣蝕法的 為何他這樣做呢 其實蝕錢呢 有時候也不是大家想的 不過 蝕起來 誰做股東 就一起蝕了 賺就一起賺 蝕就一起蝕 有什麼理由我們香港蝕多 迪士尼繼續賺他的顧問費 專員權費 其實說到如果做生意蝕錢 但是有股東可以繼續賺錢呢 你其實應該問問梁振英 他最有經驗 為什麼可以DTZ 虧到要倒閉 他仍然可以拿幾千萬顧問費走人 其實你不如 局長問問他 怎樣去防範那些 令到小股東權益受損的 方法 你怎樣避一避他 他很有經驗告訴你 我支持這次的終止議案 謝謝主席 多謝主席 其實我想回應譚文豪議員的發言 我希望各位議員 真是看文件 有時候事實看不到出來 真是要經過溝通才知道 這件事 甚至是周浩丁議員 爭取那兩年的浮動式管理費 是不收呢 是有什麼意義 剛才你說 如果根據現在的情況 他虧了錢的話 是不能收得過那麼多門鑑的 其實你問一下政府 或者在這次會議之後 你跟政府去談 其實過去是沒有一年不收的 虧錢 他也是可以去收的 所以呢 我就這一點來看 其實可能你們對於一份文件以外的事情 是沒有充分的理解 我見到隔壁 你剛剛說完之後 旁邊大家給了一隻手指 說得好 喘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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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 其實真是證明 其實你們都是不明白這個浮動式管理費 裡面的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不是 我是 譚文豪議員 你待會有三分鐘時間發言 不是我們有 你沒有 是有沒有用心去問 我沒有的 阿賀俊議員 你請等等 各位議員 我想這樣吧 大家都是有發言的時間 別人不同意你 你不表示你 要立即駁斥別人 而且我覺得 在我左手邊 經常發生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注意 大家不要做這件事 所以大家是 互相尊重 經常溝通 阿賀俊議員 繼續 所以我經常都說 問資料不一定要在財會裡面去問 我後面又很吵了 主席 即問資料不一定要在財會裡面問 要用心去溝通 甚至在外面去找資料 其實你們找資料的技巧很厲害的 經常性丟一些東西出來 甚至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佩服你們的 所以我希望就這件事 不要互相指責 或者抹黑 我希望大家 有一個公正的判斷 多謝主席 黃碧雲議員 三分鐘 主席我是支持中指 迪士尼 這一個 五十四億五千萬的 這個 撥款的文件 其實我們都討論了這麼久 但是我們覺得政府說服不到 我們為什麼要繼續 泵五十四億五千萬下去 還有那個攤分也都不合比例 雖然政府一直說 這個不是一個純粹的一個 在商延商的一個項目 它是一個旅遊基建 但是我是接受不到 用一個所謂旅遊基建 來包裝一個不平等的協議 如果在最初開始的時候 因為香港是一個經濟比較差的狀態 而簽訂了一個 這樣的迪士尼的協議 現在去到這個階段 再要我們泵水下去的時候 大家要重新檢視 現在這個環境 迪士尼的項目 雖然政府是旅遊基建 但是對市民來說 對立法會來說 我們仍然是要為公帑做一個把關 今次如果再泵五十四億五千萬下去 其實我們是看不到 有什麼實質的回報 是可以回到我們的大錢甲 所以其他都是很間接的 多一些旅客來訪港 諸如此類 但是有沒有一個更合理的 對香港人來說的回報 我們是看不到的 所以仍然我們必須要回頭 是要用一個所謂的在商延商去計算 我們值不值得丟這一筆錢下去 以及大家的攤分應該是多少 才叫合理 我看政府和代表香港人去進行這些迪士尼的協議 甚至東江水的協議也好 我看不到政府是真的站在香港人的利益裡 全力去爭取一個對香港人最合理的一個價格和投資 東江水最近看完回來 雖然水是必須的 我們不可以沒有的 現在是八成是依賴東江水 這個協議就三年做一次 我都感覺不到水務處和發展局 有全力去爭取一個好的交易 最後我們是要統包制 不是按量收費 這些是不明白的 這次是說迪士尼 迪士尼不是三年一到的 我們知道 但是這五十四億投資了之後 我覺得可以預計 若干年之後 這些項目又是 人們玩厭了 我們又需要再拓展 第三次 沒有新項目的時候 那些旅客又失敗了 即是吸不到客人 那你一定要再回來找新項目 所以這個不斷填肚的方式 我是反對的 我會支持終止 政府當局有沒有發言 沒有呢 什麼規程問題 什麼規程問題 根據呢 有什麼規程問題 阿譚文豪議員 有什麼規程問題 主席 主席 就這樣 立法會文件 FC103 斜洞16-17 括弧01號文件那裡 第七段 就是剛才我引用 那個關於怎樣計 這個管理法的問題 我用它很快地讀一讀 他說 最後一段 第二 第七段 最後一段 這不是規程問題 你不要再說話 規程問題 你先問一下 主席 你根據哪一條規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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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據哪一條 你根據哪一條 你冷靜點 你冷靜點 因為我不讀那裡 他很簡單一句 由於專利費和管理費的實際和預測數碼 涉及樂園的財務機密資料 根據迪士尼和政府的協議 就不可以公開這些相應的財務表現 剛才明明周浩鼎議員說 他們有物資討論 就拿到這些數字 周浩鼎議員 我們都有開會 我們都有跟財經局的同事開會 我們都去問他這些 他們說不能說 文豪議員 你發言聽到 你不要再濫用規程問題 朱培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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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再不說 朱培敦議員 你是不是不想再 一分鐘 一分鐘 給我講 有一分鐘 譚文豪議員 如果你再在這裏發言 我會請你離開這個會議室 譚文豪議員 你再也在這裏發言 你再那我會請你離開這個會議室 這不是一個規程問題 你請說一下 剛才說有些文件是機密的 但剛才有議員發言的時候 去引用這些機密文件 我就想問局長 是不是有些文件你給了一些議員 沒有給其他議員 這個是純粹一個規程問題 我希望局長馬上回答 就是這麼簡單 有沒有其他議員提出類似的問題 你們都是提出這些問題 局長答完就沒有了 局長 所有文件我是一起給所有議員 所以我沒有給任何的文件給周浩鼎議員 局長已經說了沒有了 朱可迪議員請你發言答便一分鐘 我來的 來吧快來吧 好 主席 周浩鼎那部分就不用爭辯的 因為我 反過來聽到 Hoden 的發言 我就深受激勵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個人關門 他都可以幫我們爭取到 兩年豁免的浮動管理費 我們七十個立法會議員 爭取到一百四十年豁免管理費 即是說團結就是力量 立法會團結在一起 我們可以為香港市民爭取到更多 我相信呢 最希望這個中指代族通過就是主席 因為你都很想亞投行那個快點可以談 我都已經手上預備了亞投行的文件 和問題 希望可以直接去進入這個討論 那我預告 如果中指代族是不能夠成功的話 我會繼續全力支持 今天不要表決 下個禮拜後 和葉劉淑在一起 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條件給這個部款 多謝主席 我現在將下述議題副支表決 本委員會決定中置議程項目FCR 2017、2018一號的討論 打五分鐘 麻煩 麻煩 做得到 成功 有了 你 快點 一下 那 我 你可以 那 我 來 到 在 到 那 感谢观看